好来聚焦俄乌战局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陆军司令希尔斯基 22号表示 由于天气恶劣 乌克兰的军队无法在巴赫姆特发动反攻 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 仍在试图要保住这一座城市 目前只剩下大约三省左右的巴赫姆特区域 还在基辅的控制范围 星期三 瓦格纳斯正从巴赫姆特北线和南线 向四驱进行移动 俄方推进的方向 是试图关闭兵完全切断城市的补给线 乌克兰守军每天都损失了几个截区 增援的西方坦克和装甲车 在炮火和短兵相接中被接连摧毁 俄军也加强了空中和地炮 对四驱多层建筑的轰击 这些建筑也正在倒塌 这对乌克兰守城部队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乌军的阵地通常位于多层建筑的公寓内 从这些位置是可以居高零下地进行开火 巴赫姆特西自称点的伊万诺夫斯基 俄军集结了大量的部队 并组织了对乌克兰守军阵地进行24小时轮番的进攻 两军近距离交战 火炮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在巴赫姆特南部区域 俄方继续推进 乌军将预备队从康斯坦的诺夫卡转移到阿富杰夫卡 并防止被核围 同时也将不失去对巴赫姆特城市的控制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巴赫姆特北部的 伯格丹诺夫卡和赫罗莫沃附近的战斗 仍然在持续 在巴赫姆特西南郊外的伊万诺夫斯基 俄罗斯部队开始进入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线阵地 但在巴赫姆特正南方向的瓦格纳图击群收效甚微 周三 在通往巴赫姆特特0504高速路沿线的态势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巴赫姆特的北线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试图向整个方向发起反击 有报道称 四驱北部的克尔孙斯基大街沿线的战斗强度有所增加 瓦格纳突击队设法在几个地方穿过了街道 俄军也使用航空和火炮的高强度火力 摧毁了美国和荷兰的装甲运兵车档 目前 乌军已经将多达数百辆的西方坦克装甲战车和其他的车辆 运到了恰索苏牙尔 乌克兰武装部队也正在恰索苏牙尔地区 积累了强大的预备队 但是由于近期天气原因的变化 翻江地深度覆盖了整个出击的前沿 车辆根本无法机动 这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 斯洛维扬斯克 塞维尔斯克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预备队 根本无法使用 在最外围的湖线上 俄罗斯军队正在突破乌军的防御公司 正在准备攻击战略支撑点 塞维尔斯克 凤凤卫视卢宇光 盈利 沙维 仍尼亚 莫斯科报道